画面中一台黑色休旅车左转进路口 右方一辆机车及时而来 骑士见前方道路油车紧急刹车 但机车仍一路高速滑行 地面一摩擦冒出火花 车子倾斜最后撞向休旅车 火光闪现机车随后起火燃烧 机车骑士倒卧在一旁 见大火猛烈人痛起身闪避 休旅车驾驶连忙下车查看 事故发生在桃园中立 26号清晨5点左右 休旅车驾驶煤灯左转号直灯亮起 就从中华路左转进行人路 才酿成事故 经销货报赶到现场将火势扑灭 机车被烧成废铁只剩骨架 索性骑士仅手脚挫伤并无大碍 双方都没有酒驾 不过驾驶唯一规定 等左转灯亮起才转弯 最高恐被处1800元罚还 另一起惊险的行车事故发生在高雄 一名富人在民宅外浇花 此时一台小货车朝着民宅骑楼撞了过来 富人瞬间被撞倒在地 一旁的盆栽也像保龄球一般被撞得东倒西歪 桶子里的水洒落一地 屋子里的人听到巨大声响 赶紧出来查看 正式驾驶向警方表示 他在26号上午开车行进凤山区时 忽然感到头晕不适 想听靠路边却不慎冲撞民宅 警方对他实施酒测 发现他酒精浓度超标 本案也依公共危险罪 移送法办 旧驾事件层出不穷 政府加重罚则 却仍无法杜绝民众营救上路 记者刘志胆林一文 桃源高雄综合报导